总长是160米 现在坍塌的距离 是在一个紧张的救援 因为这个桥面在下落的过程中 是有一个翻转的动作 所以现在很多的车 是被压在了桥体的下面 所以这给整个的救援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悬空在空中了 现在这个车交警正在进行处理 要将这个车